這三個文明的創作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文明 我在研究過程裡面就發現到說 陸上的一個賊像 它從一個本來是說是論文 後來不小心就被演變成一本國際論文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灣民主國園區的介紹 但是在講這個園區之前 我想先提出幾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紀念這一段歷史 第二是這一段歷史對台灣人有什麼樣的疾病嗎 然後第三個是 我們需不需要建設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園區 或者是台灣民主的紀念碑 那第四個是 假如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紀念碑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該紀念哪一些人 我們該陳列哪一些人 還是全部都紀念碑 那這個牽涉到的是一個齒觀的問題 就是說 從什麼角度切入 然後你是用什麼樣的文化 只剩二十分鐘 那我讓你講快一點 那我剛接收到那個 國藝師的禮物的時候 台灣民主國園 就是那個 國藝師在舉辦這個合約 從一、一六週年就開始紀念 這樣子 然後在 在民主國一百一十七年紀念碑的時候 有學者提出來說 很多台灣有很多地方都有紀念碑 但是台灣民主國這件事情 或者說以外戰爭這件事情 沒有看到太多的紀念碑 那那個齁 那這個時候 什麼樣的人 有權力可以去建設這個紀念碑 那我現在開始來講 我的方式觀點 然後看這個題目 以外戰爭一百二十週年 經歷台灣文化園區設計規劃 因為只會戰爭一百二十週年 那一二零呢 它剛好是那個兩架子 那我後來就想想 我們是不是應該已附在這個什麼 一百週年 或是一二零週年 才能輕鬆 因為一二零是兩個夾子 那這個夾子夾子 是不是又回到了一個 中國史觀的那一種元素裡面 所以這是我提出來的一個疑問 台灣民主國獨立紀念碑 那我們如果現代人要回去 關照這個歷史的時候 尤其我是太陽花雪雲 這一個世代年輕人 那到底這些過去的歷史 都沒有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會把 往後台灣人的一些人權民主 或者是一個近現代國家的行程 或者是有國家意識 對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以加進去 所以我就參考到了一些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在我們台灣現在 比較成功的一些歷史這樣子 臺北二二八紀念碑 也是那個經過很久 吹聲出來的這樣子 它的造型 或者是那個 這個大家不認識 然後這個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歷史 那裡面呢 它這個大家都去過的舉手 哇 沒有去過的舉手 不敢舉手 好 但是發現到說 它那個 進去的地方 有一個水池啊 有一個可以放手掌聲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 就是說 我們要回憶這一段的層次 比如說 第一個是面對歷史的商品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有沒有要面對歷史的商品 或者是想了解歷史 那只有很多層次的東西在裡面 異形的抗日劣勢語情報紀念碑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梯形的拉長的行動 然後寫幾個 那這個是 中國的發現的一個烈士的紀念碑 我們看到烈士的紀念碑 都長這樣一個長條的行動 然後這個是那個 因為現在就是找到一些什麼 什麼烈士的紀念碑 我們就把它就是都都列出來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波米島的信號 然後這些年齡都長得差不多 然後其實 中美學來講 並不美觀這樣子 那我們看西方 這應該不是西方 這是蘇聯的同學 他就不像這個 中國或者是 比較儒家社會裡面的思考 就是說 他會有那個 人物的形 人物的形象的再現 比如說這裡面的印碑 他再現了這個形狀 然後呢 這個作為他們 然後這個廣場上的 人物就是經過的時候 可以去紀念的一個 一個形象 那我們再來 西南英雄列士 過程的紀念碑 就是他們對一個過程的年齡 那你就看到他的儲藏 是有那種四面筒的形狀 就是有那種 柬埔寨的文化在裡面 都想到說 如果我們建立這個 台灣民族的紀念碑 我們要加黃土基概念碑嗎 還是我們要加一些 台灣族的一個 歐普民族的原宿 在園頭的思考 我們再來看到這一張 就是那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 國家英雄的紀念碑 它一樣就是 我剛才說 就是長了一整條的 它是有一個說像的形象 然後你看它那個 那這個 那一個就很蠻清楚 它也是有那種 比較歐洲的那一種 我對這個打分數 是覺得 我覺得比較有敏感 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 再參考一個 就是說堅埔塞的獨立 那這是一組五三 十一月九一日的時候 因為那個 堅埔塞要擺脫法國殖民 他們就是這個 完全獨立 然後建立了一個紀念 我剛才講 然後它跟這個形狀 就是有那個 異曲同工資料 那我們再看到 這一個是 印尼的民族紀念碑 它也是長這樣 一整條的形狀 然後上面 它是不是都要尖尖 那麼 我覺得在想這個 我們來把那個 我們這邊可以轉到 美洲 墨西哥 這是墨西哥 獨立的紀念碑 它還有它其實 有一個金色的形狀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紀念碑 那些的那個 這個 四周圍 都有很多的那個 錯像在裡頭 它有四個女神 附在她的這個 獨立紀念碑 就是說 她的獨立是有 國家 國家或人權 或民主的概念在裡頭 比如說 七夕 喔 不是七夕 坐在這個紀念碑的視角 比如說 司法女神 正義女神 勝利女神 還有和平女神 那我們就覺得 台灣在講那個 台灣獨立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有 那麼 就是那麼 跟西方一樣 那麼民主自由國安的感覺 人在台灣 那 我們回到台灣 現在到底台灣有什麼樣的紀念碑 我們就是今天講到 以衛 以衛歌台 或者是台灣 在做那個 學問論文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 有三個 就是說研究這個議題喔 當時代的議題 有三個層面 可以切入 第一個 或你是中國史 然後 或是他就是 從中國來學 他很喜歡從 家族戰爭 或馬關條約 來談 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然後這方面都是要引導 引導成 現在的台灣 那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點呢 是 必須讓那個 台灣人 就是說 讓台灣的研究 很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我們在研究 以衛戰爭的時候 會很希望用那個 台灣的觀點 去研究 台灣民主國 或以衛戰爭 因為 其實他也是在研究 台灣民主國的 可是那個 這個就講的 就很多啦 像 這個 我們可能要用一個 那個 一個題目來講 觀點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划來看這個 你們知道這個紀念碑 以衛寶台 和平紀念公園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八卦山 對 這一個紀念碑 它在八卦山 然後上面還有 碑文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 美觀來講 就普通啦 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再一次給一個題目 是台灣民主國的紀念碑 那他跟以衛戰爭的紀念碑 是不是概念上又有一個不同 這樣子 等一下其實我們也是可以開庭 大家做一個討論 好 那我們就是想說 那真的以衛戰爭或台灣民主國 沒有訂下紀念碑嗎 其實是有的喔 那這個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介紹這本書 武功台圖 這個是日本在登陸台灣的時候 建立過一個奧底登陸紀念碑 不過這是日本人在紀念的 就是說他有殖民同志的印象在裡面 他自己建立一個紀念碑 來紀念自己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再看到這一個 這邊 它是那個前三苗栗之一 金竹牛虎山上的爭討紀念碑 而且它其實還是爭討紀念碑 這也是這本人設計的 林介室 我喜歡這本人說 一下 啾 開門 五師 兩師 有 我們 我們 一 兩師 我們 你們 你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